今天呢,莫莉一大早过来啊,就跟我说了一些关于菜地的事 种菜的事,我觉得呢,莫莉说的很有道理 今天呢,我准备啊,先去把地主大哥的地退掉 地主大哥呢,一家也特别热情 即使不用人家的地了,我们呢,也要当面跟人家说清楚 呃,威娜,关个衣服,咱们出发,OK 我和莫莉呢,换个衣服,准备出发了 为了不失礼啊,我们准备去超市,先买点礼品 作为我们一点的心意 呃,莫莉 现在我们去买点礼品吧,作为我们的心意 送给地主大哥 现在我们去买点礼品吧,现在我们去买点礼品吧 我们去买点礼品吧,我们去买点礼品吧 嗯,我去到超市 你知道超市,嗯,OK 我们去买点礼品吧,我们去买点礼品吧 就在这里啊 嗯 这里可以买到礼品吗 看着,投资不大 上次我们不是来过这里吗 我可以买点礼品吗 我可以买点礼品吗 看着,它并不大 并不是我们来到这里吗 我们去买点礼品吗 这里很便宜 这里东西很便宜而且很有心意 好吧,那我听你了 我给你拿点钱 然后进里面 你感觉买什么合适就买什么 好,那我会买点礼品吧 我会买点礼品吧 然后你会买点礼品吧 然后你买点礼品吧 你会买什么合适就买什么合适 嗯,OK 注意安全 我在这边等你 我可以买点礼品吧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我的爸爸 我来看看 如果你来看看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你来看看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你来说 你来看看 很便宜 很便宜 我看你换多少钱 这是三十五三十七十三万粮豆油 二十万 二十万 十三万 十三万 只买这一个会不会太少 在越南很多了 在越南很多了 ok 听你的 好 注意安全有车 高小看一看啊 看我们这个大部队壮观吗 走到哪里啊 都是亮丽的风景线 现在呢说实话 我身边呢 要兄弟有兄弟 还有这些当地的姑娘们陪同我 我真的每天都很充实 也很开心 我这个人呢 是一个特别怕孤独的一个人 有他们的存在 有他们的陪伴 我的生活每天都很充实 很快乐 今天呢 刚才视频开始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 可能说看到现在不太理解 为什么谈好的地 要给他退掉 等下呢 我会让茉莉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给你们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和缘由 地主大哥呢 刚才出门了 没有在家 等会马上就回来 等他把门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先在他家小坐一下 想谈一下这个事情 刚才呢 我们一帮人啊 早早的已经来到地主大哥家里了 但是呢 地主大哥比较忙啊 刚回到家里 所以呢 现在我准备让茉莉去啊 和地主大哥想谈一下 关于拆地这件事情 茉莉去吧 好的 来 等会儿给 你 嗯 这人家 我都看懂了 人家一直没数啊 哦 人家没数啊 嗯 我都看懂了 好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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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我只是想不想吃 有利用不想吃 我只是想吃 因为我的指导是 这样就很小 因为我们买 bud品都在帮助 所以我们的账物都没有 你不釋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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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你不釋述你 我不釋述你 你不釋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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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釋述你 阿劍 他们说你能到你 在家里玩家 有空 你不釋述你 老公说 有时间来家里 有非常欢迎你 好的 老公也是一样 很热情 莫莉等我们走的时候 把家里的地址 留给叔叔 到地址 去家里做客 我们也很期待 和杰明 把她的家庭 让我们移动 和她的家庭 去旅行 OK 莫莉是真牛逼 这大马路上 很干净 就有一坨狗屎 被她踩到了 她在这个河边 刷刷鞋 OK吗 OK吗 OK 上来 给我拉一下吗 现在呢 我们已经从地主大哥家 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让莫莉 跟你们讲一讲 为什么今天 把这块地呢 给退掉 现在你方便给大家讲一下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退地吗 现在你方便给大家讲一下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退地吗 现在你方便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阿英是中国人 既然我们认识 我要照顾好她 在越南生活的一切 所以当初她跟我说出这个想法之后 我跟家里人说了一下 因为当时考虑的是我家的地理 阿英住的离得远 所以我爸爸脱关系找朋友联系到了这里 Sau khoảng thời gian này 阿英 đã chia sẻ suy nghĩ của mình với tôi và kể cả việc anh ấy làm việc này rất cẩn thận 通过这段时间 Khá Yên với我分享她的想法之后 包括她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认识到这件事情不是以初我想的那么简单 但一定要谨慎保护好阿英的投入安全 我跟我爸爸说了阿英的想法 我和我爸爸都认为这个事情需要投入很多 因为是我们自己家的地理 但是以后有什么意外发生不赚钱 最起码阿英不被损失很多 这就是我的想法 所以把这块的退了 可以到我家里的地理种菜 自己家人总比外人会用心 通过茉莉给我们分享的这个事情的整个原因 然后不光是分享给你们听 最主要是分享给我 昨天呢我们两个人就是针对这个事情 然后也深度探讨了一下 最后的结论呢我还是尊重她给我的建议 因为她是由心的 希望我这个中国人在越南这边做的所有事情都顺顺利利 然后没有太多的坎坷 所以呢本身我刚开始我不想接触我身边任何一个越南妹妹家庭的直径亲属这种关系 给他们有过多的来往 但是呢茉莉很特别 所以说最后我的决定 还是按照她的意思 按照她的想法 去做这件事情 等下呢我和茉莉 就要赶往去她的农村老家了 然后去她家 她给我看她家的地 现在OK了 Let's go 下午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茉莉 她家的一些家庭情况 以及她给我们提供那块地 兄弟们你们听明白茉莉的意思了吗 说实话 茉莉呢以及她全家人 对我都帮助很大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馈报答他们 所以说以后呢时间还很长 我会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 慢慢地感谢茉莉 以及她全家人 现在Let's go 走了 Go Let's go Go